日前 沈阳市发布60条政策举措 大力支持科技型企业 中小企业 以及配套企业发展 以企业的持续壮大 支撑沈阳高质量发展 目前 沈阳全市有市场主体102万户 其中个体工商户69万户 企业33万户 企业中95%以上都是中小企业 此次发布的新政包括 沈阳市新发展阶段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若干政策措施 沈阳市支持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稳增长若干政策措施等 用真金白银支持企业发展 其中 重点围绕 进一步完善科技型企业培育体系 加快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大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持续优化企业创新人才服务等 四个方面予以15条政策支持 对新批建的国家级创新平台 给予最高500万元奖励 对萧企联合开展产业 关键核心技术 前沿技术协同创新 给予最高2500万元支持 对接榜项目最高 给予300万元资助 同时 在进一步实施减税降费 鼓励专精特新企业发展 推动企业做大做强 优化企业融资服务等 七个方面予以20条政策 50亿元资金的支持 关于减税降费的政策 预计资金达到30个亿以上 同时对企业接受高效应届 毕业生和急需人才 予以至今扶持 鼓励企业走专精特新之路 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 这些政策措施 将尽快落实落地 直达企业 今年 沈阳市将重点围绕 首批启动建设的 10个重点产业配套园区 予以25条政策支持 例如 优化土地供给方面 对沈阳市重点发展的 配套工业项目优先工地 加大投资鼓励方面 对世界500强企业 投资先进制造业 和现代服务业项目 到位外资金额 超过5000万美元的新项目 和超过3000万美元的增资项目 给予政府奖励 驻沈阳记者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